陳姓嫌犯開車載著女童 回到台中大理的租屋處 兩個人手裡都拿著東西 陳嫌還不時回頭看 女童有沒有跟上 但通過馬路後 卻突然一把抓起女童的手 小跑步衝進巷子內 女童小小身體根本來不及反應 整個人一度騰空 就像布娃娃一樣 穿著粉色上衣的女童 就這樣被連拖帶拉 她一度掙扎 嫌犯卻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將她抓進巫出大門 讓人罰指的行徑 發生在6月7號清晨6點14分 是女童的最後身影 因為15個小時過去 嫌犯提著沉甸甸的備單套 裡頭疑似裝著女童的遺體 隨後監視器也拍到 蔡新嫌犯拿著行李箱 小跑步的白色叫車陪同運濕 真的是太可惡了 平常心這樣 這恩格是太可惡了 流氓流氓的這樣子吧 對 而且又是光頭 對 所以讓人家覺得 有點不可靠近那種感覺 附近店家聽見女童遇害 都說實在太不可思議 沒想到常常見到的光頭男 竟然會狠心虐死女童 我沒了解 因為我牽著口的聲音而已 沒你吵 沒你鬧就對了 都沒有 都沒有 到底女童生前受到如何對待 為何15個小時過去 出來的是冰冷遺體 檢警還在釐清 但小小生命來不及長大 讓人鼻酸 記者神聖 王一超 李雲傑 台中報導 這裡是不可能 多少